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, 北市警少年队为让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远离毒品, 建立反毒共识,加强预防犯罪, 今日暑假首周周末, 在信义区相低广场办理107年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反毒先锋, 青春挂帅少年犯罪预防宣导活动, 现场由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宣誓典礼, 与青春偶像李玉玺携手一同为反毒及预防犯罪宣导挺身担任先锋, 现场还展现曾为其警队服务的骏马良匹在会场, 比喻反毒先锋,马刀成功,身先士卒,马上反毒, 营造北市成为优质的成长环境。 柯文哲表示,重视年轻人的各种困境, 毒品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, 市政府多年来促进各级机关及单位合作, 同步达到减少需求与断绝供给的成效, 增进民众及学生反毒意识, 共同打击毒品活动代言人Dino李玉玺则说,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随意去尝试, 也不要因为逃避现实或者想要缓解压力去使用毒品, 因为这是伤害自己身体,也会伤害到别人的行为, 一定要找到健康的方式去疏解自己的情绪。 警方表示,这次活动结合市府各局处在信义区相低广场举办, 并将犯毒品、反暴力、反霸凌、防诈欺、防窃盗、防性骚扰等议题, 特别精心设计成闯关游戏融入各种摊位, 让青少年及民众透过这类趣味活动学习到相关法令与自我保护观念, 有效预防犯罪。